無論是打工仔或是公司老闆 都很想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現 賺多些錢去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 但除了賺錢之外 作為基督徒 有甚麼更重要的使命 我們要去做的呢? 國際工商基督徒協會 每兩年一屆的亞洲會議 今年9月在香港舉行 吸引了520位 來自24個國家的人 來參加一年商日的晚會和講座 大會今年以同歸基督 以他為首為題 希望一群信徒 在職場上緊守信仰的價值觀 因為商人有些 尤其是大的企業 他們很多時一個的決策 可能是影響成千上萬的人 甚至是一個國家 如果作為領袖 他是一個基督徒 而他每天的決策 是由聖經做價值觀的 效果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包括環保的議題 他可能不會過份隨便的排污 或是過份的撼伏 以至有許多地方會有沙漠化的情況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留意的 因為他們不只是為了賺錢 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去愛這個社會 這班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 面對競爭激烈的營商環境 要實踐信仰並不容易 我覺得現在只要是公司 公司都是以利益作為驅動力的 就是任何一個公司都要賺錢 最大的掙扎就是當你面對 這一筆錢我可以捐五萬或捐五千的時候 你是選擇願意以神作為一個前提 以顧客的利益作為前提 只捐五千塊錢 不要去捐到五萬塊錢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做什麼樣的決定 而且這個時候你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因為你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可以從很多方面說 這個是顧客所需要的 但是實際上只有你心裡知道 雖然有時在掙扎裡面 選擇聖經的真理 事業未必能夠即時得到最好的成果 但是他說 在公司裡面見到生命 影響生命 更加多人願意信主 是更加值得 我想上帝的原則 無論是在家庭 工作還是我們每一個服務的對象之中 包括那些沒有信主的 那些人的生活中 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要教導他們 使我們的部下每個人都懂得 即使暫時的貧乏 或者暫時的不成功 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有台灣的商人 在晚會裡面分享營商的經驗 他說 將信仰的價值觀傳承給下一代 是一班基督徒商人 不能夠忽略的責任 那我就鼓勵我的小孩 因為從小他們都到教會 一直都養成 跟我一樣 每天上午 起來就是有讀經禱告 領修 那後來像我們到公司來 那我們就像現在 我們都有一定的時間 是我跟兩個小孩 一起讀經禱告 領修 在那裡溝通 我大大三十歲 我八十歲 大概五十歲 那一起公司 都沒有什麼帶過的問題 而且理念一致 我想這個 還是因為有一個同樣的信仰 我想這個很重要 國際工商基督徒協會 1938年在美國成立 積極推廣世界各地的職場福音事供 成員之一的 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亦都在五十六年前成立 致力幫助一班香港商人 在職場上實踐和承傳使命 因為商業人士 都很基督徒 所以當他們學習 他們會直接用它 所以我們喜歡給他們 新的想法 但我們主要向他們 募集他們 讓他們知道他們不是獨自 那是一個困難的事 那是一個困難的事 讓職場在市場 有時他們工作在公司 而他們不肯定 誰是其他職場 有時他們不肯定 有時他們不肯定 受到任何種勞 甚至在職場 所以CBMC 他嘗試幫助他們 在這個地方 提供著動力 鼓勵、鼓勵、啟動 興奮 圓一班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 透過彼此分享和勉勵 回到自己的職場 積極傳福音 幫助更多願意 持守真理的基督徒 作詞文章